感覺好像著魔一樣 我覺得她利用了我本身對她的信任 我比較重感情 她拿捏了我本身對朋友的信任 你自己經歷過就會更多人害怕 當中她在電話裡說 你上來看看吧 這裡很好 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有賺到錢 林小姐的一個本港朋友 以介紹雙機為名 邀請她7月初去四川成都10天 並且叮囑她不要訂酒店 簡直叫我不用預訂酒店 不用租WiFi彈 去玩、去看東西 不用上網 她那裡是四川農泉駅四桂康城 那幾天基本上在屋邨遊走 去串門 去不同的人家 聽她們說這個生意如何走 和林小姐同行的男朋友 說對方介紹的 其實就是內地非法的1040陽光工程傳銷 不過自稱是連鎖經營 並且在幾天內洗腦式向她們灌輸 跟她們說要付69,800 差不多7萬元 才可以進去 給了這個數就可以進去做主任 告訴我們可以在短短的兩年半到三年的時間 可以賺到1045萬人民幣 第一刻聽完之後覺得有點不對勁 好像傳銷一樣 連鎖經營的舞台就是年輕人的舞台 你想要在這個連鎖經營得到什麼 你就能得到什麼 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要保護這群人的道理 做這個生意簡直一點就是以前的地下黨 她放了這個生意就是有她的目的 就是為了解決不大人權的就業問題 所以她想方說法用了那麼多人力物力 去國外把這個連鎖經營引進過來 沒有任何證明文件的 沒有任何合同的 沒有任何東西會直接證明到 這件事是國家搞的 他們說它們是很秘密的 秘密行動來的 但是有很多證據 他們的證據就會叫我們去想 這個是一個國家政策來的 基本上真的是皮膚困窄 因為一天早上會去別人家見兩個不同的家 然後下午吃完飯 休息一會 然後兩點鐘又會起程去見兩個不同的家庭 其實大家說話都是差不多 不停地去做這件事 就會令到精神不太好 可能自己思考的方面會比較遲鈍 或者很容易相信她們所說的事 當時本身是很想離開 因為他們整個社區 差不多七八成的人都在做那件事 我們會怕是怕走不了 因為可能他們時刻都在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 當我們出了這個門口的時候 可能有人已經知道我們出了這個門口 走到公園的時候已經有人埋伏著我們 看我們何時會突然去哪裏 或者報復朋友的公安 或者支援 可能她們都會怕 經過七日久前 在兩人堅持下 終於成功離開成都回到香港 而據了解 除了四川成都 在廣西南寧 貴州貴陽 湖北武漢 湖南長沙 雲南昆明 都有香港人參與1040全市活動 其實我回來都找了很多資料 其實他們說的事都不成立 說給很多身邊的大家的共同朋友 和親戚朋友聽這件事的存在 就叫他們警惕 如果有人突然跟你說 他在某個地方找到很多錢 或者突然說自己生意需要找拍檔 叫你上去看看 然後大家都要有警惕的心 如果你告訴他的親戚朋友 和我們自己的親戚朋友 知道他就找不到人 希望斷著他的財政之後 他慢慢會發現這件事 其實不是他想得那麼好 或者存在在這裏 希望他會醒覺跳出來